这件案子跌破眼镜的 一定就是钟晓萍 请钟晓萍来做评论 我跟你讲 我讲三点 第一点 法官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阿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当初彭正森反对 你确认他变兰会之后 进入都委会 第一句话 然后你阿伯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以批准20%的非法的容积 就是奖励非都跟用地 第三 阿伯什么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盖工展的张 很简单讲 就我们退一万步了 你找了700万的金流 或许这个对价不成 因为一元都4500 当初的都市发展科的科长 就是涉嫌 就4700 里面200万挪给他 那后来现在当 我们执行秘书都委会 什么叫执行秘书 都委会下面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有理事算最大 简单讲 找了所有的委员什么 都是都委会的执行秘书干的活 那调查这个人 有没有收到钱吗 当初排委员什么 有没有帮忙吗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 这个案子 他就不起出了吗 有人叫我滚钉床 我跟 我跟那个王思念 打赌的赌注不一样 赌的项目也不一样 我是 那个如果没有起诉 我滚钉床 我就去滚嘛 对不对 南山大丈夫嘛 可是 可是他是赌收押哦 我们那个恰吉啊 哦 那不一样哦 所以恰吉糟糕了 还没输 还没输 抗告 抗告 我们要救恰吉就是 如果万一最后 是交保啊 等等 没有收押 那恰吉是不是要高空弹跳 我们要保护恰吉 有人把绳子多弄长十公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杀人罪 杀人罪 头要不到水是不是 不要这样子啦 人家年纪也不小了 高空弹跳已经很可怜了 除绳子弄长 跟年纪大年纪小 没有关系都会挂好 都会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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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是会 阿里全都会挂好 杀人罪 说说笑笑的 我们会继续追查 今天法律层次是一件事 那今天你至少也图力 重保他吧 我们讲取法忽忠 期待下一个积押亭的 他一定会去高院去 高院去抗告 只有两个嘛 发回跟驳回嘛 驳回机会没有啦 一定发回 再回到地院啦 大概两天以内吧 所以来来回回要几次啊 郑文才三次 可以很多次啊 再把你押住不可 没有限制 就看高院也没有理 你的抗告 如此而已 收不收啦 高院收不收 如果他就是词回 就是维持员局 驳回维持原决议 那就是最后 就是地院的原决议 对 几乎没有驳回的 那五个法官嘛 到地院 那再来 你就期待 只能期待 那个香港 郭富城 郭富城嘛 因为这一次是 刘德华判的嘛 下一次看看 会不会放到郭富城 好不好 北院 看起来阿伯的运气嘛 对不对 好 驳一把运气 今天法院呢 怎么判 我们不批评 我们是民代 对不对 我们是监督权 对 可是台北市的土地 违法给人家几百亿 议员连讲话都不能讲 那如果几百亿 这个事情 我议员看到 我们不吭声 我们就去切负了嘛 那可是那你呢 是你给人家的哦 你的政府给人家的阿伯 那你怎么看 那小草的有没有欢呼 欢呼什么啊 而且民众党说要告你 告就告 不重要了 重点 我是尽忠职守 跨超越党派 守住几百亿的荣基 名子名高 然后阻断官商勾结 就是这样的阿伯 这样的市长 跟这样土地财团 可恶的神经经 我们哪里错 我们做的事情 是守本本很神圣的事 你凭什么骂我们 我们哪里做错 请小草 问小草 我哪里做错 我这件事 是不是 所以我们守护台北 然后阿伯 给你们 有房子吗 让你们过好日子吗 没有 阿伯没有照顾年轻人 只有勾结财团 对不对 那你们欢呼什么啊 何况欢呼会不会太早 再看最后 第一个道德层次就是 就是有水准 有良心的市长或议员 守护土地 对不对 那主角官商勾结 那第一层次的 只是官与不官的 然后你一次 没有受压 后面还会再抗告等等 不是 我不想欢呼什么嘛 我觉得很 如果这样子都可以欢呼的话 你们白的方向感是什么 你们要支持什么样的阿伯 当你的主席 你们这个党要走下什么方向 都在践踏年轻人 都在土地财团 有什么好欢呼啊 我觉得 这个世道已经转变了 价值观也转变了 我们这样的 你这样骂我们 拿到这个吴怡轩 跟我同选去蹭 我才不理他了 他蹭我我理他 我这个帮助他 我才不要帮助他了 你还是回了他了 我就不用去告 在你节目讲一下就好 不用去告了 他太小咖了 我觉得 我绝对不会理他 还有再讲一句话 那其他五个案呢 那个端祖那个案呢 你只有一个金华证案吗 那你还有政治现金案 你还有五个案呢 大家白色蜘蛛网 我们慢慢看下去 好 你昨天在我节目上面 有提到朱雅虎 他也被 去问证人 身份被约 到底朱雅虎 会在这个案子当中 扮演角色吗 跟钱有关吗 我觉得朱雅虎 应该 他被问是证人 然后他问的就是 那个4300万的商败 简单讲 是不是跟金华证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送他 或怎么样 看起来北建 也没有掌握到 更多的讯息 否则 金流的部分 他不会证据力 这么的薄弱 然后让北院的刘德华 误会一场 我们大家 赶快回家去睡觉